我叫張寶林,是從北京來的,我是搞了一個面素的,面素過去在北京也叫面仁,也叫薑米仁,在北京可以在中國吧,都是家一戶小。 我們這個面素藝術,可以說起源是從吃,就是吃的東西開始,開始就是用面做一些造型,完了作為祭神,祭天祭地,祭祖先,作為祭祀用,慢慢地形成一種街頭的玩具,就是小孩子玩的那種玩具。 從那種玩具呢,慢慢經過幾代人吧,從清朝的中期一直到現在,幾代人的研究呢,把它從這個一種街頭的玩具,給它升華到現在的藝術。 這個歷史呢,已經很長了,在中國呢,有這個,這個出土文物的記載呢,從漢代就有。 在漢代古墓裡出土的一些,這個面涌,還有唐代新疆,唐代古墓出土的一些隨藏品,證明都是面的雕塑。 從文字記載呢,在宋代就有幾本書,其中有一本《東京夢華錄》,裡面就記載著這個民間,在韓時節,就是清明節,用這個面塑造什麼什麼人物啊,花鳥啊,魚蟲啊, 作為祭祀啊,祭典什麼用。 完了我就自己做面,完了自己做一套工具,完了我就效仿它這麼做,慢慢的水到其成,我就做得很好了。 這個呢,以前呢,這個面塑,不可以保存,時間長了呢,要不就發霉了,要不就裂了。 所以我們經過三代人的研究,到我們這一代呢,裡面加上一些蜂蜜啊,加一些中草藥啊,加一些防腐劑啊, 這樣的話呢,就可以把這個面塑這個作品呢,它的生命更延長了。 所以,現在你太遠了,我們不敢說,末代皇帝,小時候玩的這個面塑,到現在故宮來還要保存。 在這個造型方面呢,經過最近幾年的研究呢,和這個透視學啊,色彩學啊,是吧,人體結構啊,比例啊,什麼這些,西方的這些美術,還有這個,雕塑的這個,這個相結合。 所以我們做的非常規範了,是一種很值得收藏的藝術品。 在我七十年代,八十年代那時候,可以講,全國沒有多少人做。 所以這個面臨失傳,經過這個九十年代,到現在吧,有一些人做,但是做的不是很好。 所以我們呢,這個項目呢,也納入到,現在中國叫非物質瓦瓦遺產的保護,也納入到這個保護項目裡面。 所以我們,作為我們來講呢,有這個繼承和傳承的這個義務。 所以我們現在要從小孩抓起,比如說我們在北京的極所小學,還有北京的國際小學,包括裡面有外國小孩子。 我們去教他們,從小教他們去做。 做呢,完了了解,基本的了解這些面術的一些概況。 完了有一些特別喜歡呢,他喜歡身造,越做越好,我們把它說為徒弟,完了再進一步的教他們。 做完了,坐下的工作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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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